小林同學林雲汝 凱旋歸國 這回奧運戰勝日本名將 張本智和 全國喝彩 能夠贏一下他可能對我 接下來比賽也會更有信心一點 前幾次輸得比較多 但其實我們互相也都非常熟悉 所以說其實在整體我表現上 然後戰術上的處理都特別好 所以贏下也就非常好 沉默思克 信心多更多 接下來林雲汝會加強 復健養傷 把身體練得更強壯 這兩個人都是世界排名前十倍的選手 所以說能打出這麼高的水平的話 我想是非常的 非常的棒 許多粉絲凌晨就到機場 自製手班寫下林雲汝 你超棒 小林同學 可愛到爆 還有人戴上他喜歡的小火龍 甚至花了兩天畫下賽前賽後 各個精彩瞬間 對 像張本智和這樣的一個強敵 然後 而且在前面還輸 輸了很多 還可以這樣子 抗著這麼大的壓力 然後再翻盤 我真的覺得太佩服了 就讓我更愛他 每一場比賽不管是順適 還是處於逆境的狀態 他都可以冷靜沉著的去奮戰到最後一刻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最讓我值得學習的地方 林雲汝的混雙搭檔陳思宇也一同回國 他說兩人在巴黎靠玩跳棋培養默契 也許未來能像林雅沛一樣偶爾對罵一下 真的是練不動的時候 有一次他是直接躺在地上 對 他躺在地上 然後我就是可能需要拉他 稍微活潑一點也可以 就是我覺得可能就是要尋求不一樣的一些訓練計畫 兩人都已經全力以赴 之後勢必更加努力 要在四年後的洛杉磯奧運再上層樓